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连连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间主打来自夏威夷原汁原味的铁板烧 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铁板师傅 不是中规中矩的做料理 而是给客人最惊奇的料理秀 如果您觉得这道料理的旌旗已经结束 那可就大错特错啦 这道菜既名为纽奥梁火烧虾 顾名思义 火烧虾就是不可错过的重头戏 1 2 3 很有趣耶 哪有人吃饭还可以吃得那么开心的 点火山的时候一定觉得很酷 没有看过人家这样做的 然后最后那个大火的时候会吓到 那个热度你会感受到会吓到 最有趣的是它后来还把虾尾巴拿出来 你没有想到食物还可以这样玩 跟客人互动因为觉得很棒 这里的菜色与铁板料理秀 会如此受到客人赞不绝口 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不喜欢一成不变的老板夫妻 总是会不定期的随着季节 或是特殊节日 而做一些创意的趣味变化 纽奥凉烤鲜虾这一道菜 我们就想要有一点 做出中秋节烤肉的感觉 Halloween的时候 比如说汤旁边的面包 我们就做成手指头 血淋淋的手指头 汤上面会有一个蜘蛛网 因为要过感恩节的南瓜 圣诞节也喜欢南瓜 南瓜是秋天的季节 可是我们就想说南瓜汤 就是南瓜汤 到处都有南瓜汤 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南瓜汤 放在南瓜里面 要找到完美的尺寸的南瓜 也不能太大 南瓜汤也有点不一样 它用了香草 用了豆蔻做南瓜汤 可能跟你平常喝到的 南瓜汤的味道会有差异 十几年来 一直都生活在夏威夷的 老板娘Neal 是在铁板烧餐厅工作时 认识了老公Aaron Aaron是一位日裔美国人 二十岁时因缘际会下 成了一位铁板师傅 而夏威夷铁板烧跟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的花式表演秀 每一位铁板烧师傅不只要会做料理 还要练就十八般武艺 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我们都自己想到不一样的表演 我们想到我可以丢那个吗 我可以丢那个吗 所以我觉得没有辛苦 练习差不多一年 一年很久 先我们练习 taste cooking 然后你可以练习表演 你断那个蛋 它比较中间 它不会去右边 左边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丢 你看它 它下来的时候 下来 下来的时候 你soft 你丢 然后它下来的时候 你马上去 一样的 像这样 哦 你的脸 就这样子 Michael Jordan Sh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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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 能像Aaron这样信手拈来 就能做出这些精彩绝活的动作 是每一位铁板烧师傅在帅气的背后 不知道打破多少颗鸡蛋 吊过多少次铲子 经过无数次的练习 最后才能在客人面前 呈现如此帅气的模样 有些人真的练了两年都练不起来 他们回家都要练习 他们说他们会在地上铺箱子 或是瑜伽垫 不然在家里轻轻轻轻轻的 也是会被妈妈骂之类的 所以真的要看自己 有多想要做这件事情 有多努力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但是他们当做好的那一刹那 他们开始在客人面前 帮客人料理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非常棒 有的时候客人 看到客人开心的大笑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棒 不过就像Aaron说的 花式铁板烧不只要耍帅 料理也要好吃才行 要将美食与帅气的花式表演合而为一 那才是真本事 这间店很特别是它会玩鸡蛋 玩鸡蛋这件事情是第一次看到的 对 它会点玩鸡蛋 然后煮出来会丢碗 就是做一个夏威夷式的花式表演 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有加夏威夷特别的烤烤烤烤烛 就炒起来味道非常的香非常迷人 老板夫妻结婚生子后 开始思考两人的未来 几经考量后决定回台创业 将夏威夷的花式铁板烧料理 带回台湾 我的很多朋友都会跟我说 我们台湾人喜欢包厢隐秘性 就建议我们要做包厢 可是我们当时就觉得 没有包厢才可以很欢乐 今天如果你来用餐 刚好跟隔壁的聊到很开心 分享到隔壁的开心的事情的话 就可以做朋友 当然创业一炮而红的幸运 并没有降临 一开始生意并不好 但是在夏威夷养成的乐观豁达 让他们没有被打倒 更在等待博乐青睐时 也不放弃地继续训练 大家的料理与表演能力 生意不好的时候就练冰 练习乌克利利 练习秀 然后练习打节奏 练习唱歌 不忙的时候先练冰 战争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上场去打 有一天中午 我不在 就是赵少康先生有来吃饭 然后他可能吃饭以后 但是当场因为我们的员工年纪都比较轻 然后厨师又是Aaron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他吃完了以后 他有在他的那个radio好像有播出 他的脸书有写 然后那个月就被订爆了 知名度一打开 在客人口耳相传下 生意是蒸蒸日上 现在也顺利开了第二家店 而除了有趣的花式料理表演秀 这里餐点的设计也相当有夏威夷风味 像这道夏威夷生鮪鱼 就是在夏威夷相当常见的凉拌小菜 而且呢 因为夏威夷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地方 当地日 韩 墨西哥人很多 所以跨国界料理相当常见 口味也很多元 Pokey就是把抓到的海鲜 切成丁状 腌制成不一样的口感 任何海鲜 螃蟹 章鱼 贝类 虾子 都可以 我们就是选用了台湾的鱼 今天我会准备三种口味 所以第一个是比较传统的 然后我们用夏威夷的材料 夏威夷的材料 夏威夷的材料 所以客人吃的时候 他们可以想到 他们在夏威夷有一样的口感 我回家那个夏威夷豆 一点香油还有海盐 然后你混合 跟用洋葱 然后我们用手混合 所以那个口感的味道 很夏威夷式的 第二个口感是我们用 我们自己做的辣椒酱 然后就是肥油燃 肉粒 在夏威夷我们叫 第二个口感是 加利福尼斯坦 因为夏威是美国 所以我们有加利福尼斯坦 第三个是韩国泡菜的口感 因为在夏威夷有很多不一样的人 有日本人 韩国人 中国人 很多很多 所以夏威夷的味道 是那个混合的味道 Poke 是夏威夷的特色料理 对 我觉得这边的 这边做的真的很 夏威夷到底的口味 我很喜欢 最喜欢是最左边的一个 传统风味的 对 就是它有葱跟蒜 还有麻油的味道 就香气很足 光这道前菜 是不是就能感受到 夏威夷多元的饮食日常了呢 而除此之外 老板夫妻也将夏威夷的 传统原住民料理 融入在菜单中 这道干贝佐松露芋泥 就是使用夏威夷 原住民的传统食材 芋头改良而来 芋头是夏威夷人 以前原住民人的主食 然后它发酵 任何发酵的食物 都会有一点酸度 它的口感不是一般大众 很容易能接受的口感 但是我们又想要用这个酱 因为这是夏威夷最传统的一道料理 所以我们就拿芋泥搭配松露 变成松露芋泥酱 台湾的芋头颜色不是紫色的 那我们想要让它 变成很漂亮的紫色 那我们就放了紫色的高丽菜 让它一起煮 用那个紫色高丽菜的水 来做成芋泥 颜色就比较漂亮 完全没有色素 将煎到微焦香嫩的 北海道大干贝 放在健康天然 又有美丽色泽的松露芋泥酱上 再加上咸香美味 带点微脆口感的飞鱼籽 味蕾层次 就像身处在夏威夷般的 缤纷风情 深信喜欢多采多姿 讨厌一成不变的夫妻两人 也常会依心情或季节 在菜单上做调整 甚至呢 偶尔也会将自己的心情 呈现在料理上 这道墨西哥风味兼鱼 就是Aaron 因为太思念夏威夷的 墨西哥料理而做的 其中有一个他很爱的食物 叫做Taco Bell Taco Bell 就像麦当劳一样的 墨西哥的连锁店 Taco Bell裡面的东西 虽然是很频繁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墨西哥的素食 可是有些东西 有些味道是 小时候吃到大 忘不了的味道 那想家的时候 就自己做出家的味道 我很想墨西哥吃东西 Taco Bell 什么之类的 在台湾有很多墨西哥的餐厅 但是那个味道 我觉得不一样 就是自己的选择 不是他们的餐厅 如果我们想要 一样的味道 我们自己走 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 去吃吃看 而且因为受限 所有的料理 都要在铁板上完成 所以Aaron 还特别研发了 特制比利的面团 是可以直接 在铁板上制作的 墨西哥玉米饼 煎至酥脆后 搭上煎好酥香的海鲤鱼 最后呢 佐上现场炒制而成的 墨西哥辣酱 就完成了这道 能让Aaron 易解香愁的美味 它长得很漂亮 所以很像一块蛋糕 而且它就是 完全没有刺很方便 就不需要再另外涂刺 然后它这个话 就是有还蛮特别的 墨西哥风味 就是它的味道是 还蛮新鲜的很好吃 这里除了餐点 整个用餐氛围 从装潢到服务 也很想为一世 老板娘Neo说 这家店唯一的目的 就是大家要开心 所以餐厅还会在适时的时候 来手轻快的乌克利利演奏 或者是有受心客人时 会献上一首 夏威夷的生日快乐歌 作为祝福 在如此轻松愉悦的氛围下 这里哲恩的欢乐爆表 好吃又好玩 有机会不妨来这里感受一下 视觉 味觉 听觉 三重用餐请体验吧 上次来吃的时候太感动了 这里的比较 什么 没有那么有的感觉 妇女俩就坐在港口边 当下会觉得说 好想要赶紧长大 让父亲的压力不要这么大 对 然后后来当然故事之后 其实这个遗憾一直存在 所以当初在研发这道菜叫 属于你我的蓝眼泪的时候 就会想到当初 看着这个蔚蓝的大海的一个心境